Hello大家好,我是刘小畅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让你的眼睛做一个变色处理 首先,先复制这个片段,按option往上拖 然后来到这个色相饱和度曲线这边 然后调整到你喜欢的颜色 比如说我今天喜欢粉红色 我就调这个颜色,挺好看的 之后呢,拖出来这个绘制遮罩的上面 然后呢,选择B样曲线 之后呢,去这个眼睛 然后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不用太标准 然后之后呢,去缩放,把它放大一点 然后把羽化打开 然后再来进行一些细微调整 确定它覆盖到了大部分的眼球 不用太标准了,大概这样子就行了 那你看它眨眼的时候,完全覆盖 那怎么办呢 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面板 然后打开变换和控制点的关键针 最好把缩放也打开 然后呢,再继续每一针每一针的去调整 按你的右键,然后一针一针的去这样的调 把它给它弄小一点,弄小一点 然后往下移一点,弄小一点,弄小一点 其实这个东西也不需要太100%的完整的覆盖到最精细的部位 因为它这个其实就几针而已 然后最后呢,到最后眼睛快要闭上来这一刻 你就把它切掉就好了 之后呢,教大家如何让你的这个非常小的流光转换的感觉 拖拽摄像和饱和度到上面,按右键,然后显示动画 建立几个大的关键针 然后每一个关键针中间就给它稍微的调一下颜色 这样的效果呢,就是你这个颜色主体是紫色的或者是粉红色的 但是你这个颜色在中间会进行一个比较小的变换 或者呢,你想要大的变换也行 那你就直接进一个关键针 然后就是开始隔一段距离呢 就把它颜色变浅一点,或者是变一些其他颜色 那这样子从头到尾呢 你的颜色就会从最最开始这个粉紫色到比如说 像现在是有一个偏深蓝的这个颜色 然后再次播放它呢 你就会看到它从刚才的紫色变到蓝色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记得点赞三连哦 谢谢大家,拜拜